混音樂 今天我其實大概還是想 到最後其實不要給大家太多的 再加太多的東西 所以其實會有一部分 會在重新複習前面講過的 可是我同時還是要講 人類學在我們談的這四個分支之後 到底開啟了什麼新的方向 就是歷史人類學跟情緒研究 其實到現在一直都還在進行 可是其實這一些研究 也都還在過去的基礎之上 雖然像情緒研究 可能對人類學的一些 本體論或知識論的立場 有一些不大一樣的切入點 可是我還是要講說 其實我們從歷史研究或情緒研究 還可以看到過去人類學所累積的基礎 怎麼樣在這一些新的方向之下 繼續去發展下去 所以我等一下還是會稍微 回顧一下前面的研究 一堂課的時間要講這麼大的題目 所以我想我今天還是要 回覆人類學的特色就是 我們還是從民族誌出發 然後我希望可以講一個故事之後 再來告訴大家 其實從這個故事裡頭 我們要談的是一些 什麼樣的理論的觀點 或者是對於社會文化變遷 可以有什麼不一樣的 就是對於社會文化變遷的一些 理論性的建構 雖然是從一個民族誌出發 可是人類學就很喜歡從一個 很具體的民族誌來談一些 比較抽象的一些 對於社會文化的建構 還有對於變遷的討論 情緒的內學這一邊 我會談的是一個沙林詩的民族誌 還有Block 他談歷史記憶的一些討論 那Block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在宗教的第四個禮拜有談過 所以我們還是會回到前面所談 就在前面那些基礎之下 你們會比較容易理解 我今天要談的一些理論性的議題 那沙林詩的這一篇文章 在歷史的隱喻這一本書 文章我有放在SIPA 上面 然後這個其實也有中意 可是中意其實也不是很容易懂 那基本上這一篇文章 他其實是在談說 從1778 年西方開始有兩艘船 就是有所謂Revolution 跟 Discovery 這兩艘船到了夏威夷的外海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沙林詩根據那個時候 船員的記錄 還有後來傳教士的記錄 來記錄這一段 就是東西方文化接觸的過程 然後他基本上要透過這個例子去談說 夏威夷在跟歐洲接觸的時候 文化產生了激烈而明確的變動 結構跟實踐形成了辯證的關係 結構跟實踐的互動是有意義的過程 其實就是我們前面在談 結構主委我有談到說 其實人類學後來會談的是 實踐跟結構之間不斷辯證的過程 那這個例子就在談說 一個西方人到來的事件 當地人如何透過原有的社會文化加以理解 可是在理解的同時 其實原有的社會文化都開始在產生改變 就是這個是一個結構 就是一個事件的 當地人怎麼樣透過原有的文化來理解新的事件 可是這個事件又在改變 也有了社會文化 所以社會文化是一個不斷在變遷的過程 所以這一個例子 就是在談結構跟事件的一個辯證關係 我們開始來講 那個就是當時發生的事情 就1778 年 兩艘船 Revolution 號跟 Discovery 號 到了夏威夷的外海 因為聽博的問題就在海上 然後隔天一起床的時候 那個Revolution 號 就是克拉克船長他們這一個Revolution 號先到 然後後來的 Discovery 號 就是庫克船長的後到 然後這一些 就是他們因為停泊在 就是沒有真正靠岸 然後停泊在海上的時候 他們船員們隔天一起床的時候 突然發覺他們旁邊被一些 當地的獨木舟所圍繞 那當時的船員們就很害怕 可是後來發覺其實這一些船 這一些獨木舟呢 就是駕著這些獨木舟的島民們 非常的友善 他們會開始跟當地的船員 開始交換各種物資 然後接下來突然有一個 突然有一艘雙獨木舟 就是當地的去福的船 就是急駛而來 然後撞壞了 就是撞翻了很多 當時就是圍繞在這一艘船旁邊的一些 就是島民的小獨木舟 然後那個去福叫卡尼奧尼亞 他是當時的 就是當時那個島上最有權力的人 然後他被認為是一個神性的後代 然後他即使而來 其實在過去的文化裡頭 就是所有的島民遇到去福一定要匍匐 所以當島民們看到他們的去福 即使而來之後 他們就匍匐 結果就沒有辦法把船給開走 所以就那個卡尼奧尼亞的獨木舟 就撞翻了一堆小船 就是這一個非常震撼的一個過程 在這裡就是 在這裡談說 一開始Revolution Hall 跟克拉克船長 他們被島民的獨木舟包圍 然後島民們以獻祭的方式 跟他們交易 因為當時這兩艘船到 就是到當地的時間 剛好是他們一個神話中 從洛諾森到達當地的時候 所以一開始他們會用獻祭的方式 來看待這一些外來者 然後除了獻祭之後 其實後面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不同性質的交換 慢慢地談 就一開始 其實島民們是把他們視為神話中的 一個洛諾森的到來 這時候卡尼 就是我剛談的 卡尼奧尼奧的獨木舟出現 然後撞翻了 來不及史黎的獨木舟 這一個Chief 它是當地人稱為Aqua 就是兄弟姊妹結合的後代是非常神 就是他們神話中 具有Mana力量的一個具體的化身 那這裡接下來他就要開始談 一系列交換過程的展開 還有禁忌逐漸被破壞的過程 然後在交換的過程中 其實雙方有各自理解的方式 然後中間有一些文化逐漸在改變的過程 那他接下來要談的這個過程 要談的是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事件跟結構 是不斷辯證的過程 用Science 的話 實踐擁有自身的動力學 也就是 Dynamics 是一種並階結構 Structure of the Conjuncture 界定其中的人跟物 也就是當地人是用原有的公認價值系統 來理解外來的事物 可是實踐過程也會影響原有的價值體系 所以實踐承載了 行動主體間前所未有的關係 和對範疇前所未有的客體化 賦予行為者跟行為在傳統上沒有的意義 好 有一點奧口 那我就開始來談 其實開始船員們到了當地 然後很多島上的女性開始上船 跟那個船員們開始發生性關係 然後船員們就開始回正手環 鐵釘這一些珍貴的物資 船員們認為這個就是一個性關係的交換 就是用世俗的觀點在理解 可是當地的女性 她們的理解方式 是按照她們原有的文化在理解 當地有一個叫Imihaku 這樣子一個觀念 就是要尋找她們的 Imihaku 就是 好 就是她們要尋找跟她們 她們要找尋她們的跟隨者的意思 就是在 Imihaku 就是seeking a load 的概念 就是當地有一個觀念是認為說 其實土地是由 具有 就是雖然擁有土地的人是貴族 可是她基本上是在神話中是具有權力的 然後所有的平民會希望 跟這一些具有神性的關係 具有神性的人 就是這一些貴族或地主產生關係 因為跟這個貴族或地主產生關係 也代表了跟神產生了一些連結 也代表開始可以去使用甚至支配土地 所以在她們 這些女性跟船員們發生關係的時候 她們是一個Imihaku 就是seeking a load 的概念 這個概念是基本上認為 當地的土地仰賴屈服跟神靈的安排 可是屈服跟平民都可以透過 他們原有的方式 來追求自己地位的最大利益 也就是其實平民們 他們可以開始透過跟這一個貴族 或者是地主產生性關係 生下具有神性的後代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可以讓這一些平民所產生的後代 也開始逐漸具有神性的特質 然後也開始可以使用土地 所以這個是當地的女性 在跟船員發生關係的時候 她們的觀念是seeking a load 的 就是她們的虛妄可以聲響 因為最重要是船員到達的時間 是當地的神靈 就是神話中神靈到達的時間 所以當女性們 去跟船員們發生性關係 她們是希望可以生下 具有神性的後代 然後可以合法化 她們接下來使用土地 使用各種的 就是建立各種關係 一個合法化的基礎 接下來她要談說 然後其實她們就是船員們認為的是一個 就是一般世俗的交換 可是夏威夷女性是希望 就是她們是 按照過去的一個想法 是平民把女兒的出業權獻給屈服 然後希望生出是一個具有神性的後代 這個是我剛剛談的 其實在這個交換過程中 彼此之間的理解方式是不一樣的 可是接下來就開始產生了改變了 就是一開始當地人是用原有的文化觀念 在理解這一些船員的到來 就是這一個時間 船員到來的時間 是當地神靈到來的時間 所以當地的平民百姓一般的道民 用獻祭的方式 也就是用 其實他們對神的獻祭 就是會以豬 以香蕉葉跟甘蔗來做獻祭 所以平民們就開始以這一些物資來獻祭給 就是就平民的想法是用一個 用這一些物資來跟外來的 這一些神靈建立關係 可是因為船員們認為這個是一個世俗的交換 然後船員們也開始回正一些手鐲 鐵斧 鐵釘這一些具有 在當地而言是具有就是所謂珍貴的物資 然後在這樣子的交換過程中 彼此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然後接下來交換發生之後 也產生的對於社會文化的改變 當女性們開始擁有這些珍貴的物資 像手鐲 鐵釘 然後當平民開始擁有珍貴的物資 像鐵斧 其實也開始改變原有的男女之間的關係 還有原有的屈服跟平民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一些珍貴的物資 過去其實都是屈服一個權力的 一個象徵性的表達 你們如果還記得 我們在經濟的第一個禮拜 在談交換的時候 我們有談到不可異化的物 就是擁有這些不可異化的物 就是很多物其實都有它的起源神話 有它的各種代表氏族的歷史 然後擁有這一些物 其實也是一個 好像就是神在世間的代言人 就擁有的這一些物 其實也合法化了自己的地位 這是我們在交換的第一 就是經濟第一週有談的 所以當船員們給予這一些 島民們這一些珍貴的物資 其實當地所有的關係也都產生改變 就是男人跟女人的關係 屈服跟平民之間的關係 也在產生改變 我剛剛所談的 歐洲人一開始對於當年來說是 就是庫克船長被視為是肉諾身 船被視為是漂浮的島嶼 那歐洲人開始給予手鐵斧 這一些作為報偿的時候 其實也使得當地 也使得當地的平民跟去服的關係 男人跟女人的關係產生改變 到這裡OK嗎 就是一開始這個接觸過程 雙方各自在他們的文化之下 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當地的島民就是認為說 在那個時間其實 船員的到來就好像他們 融入我神的到來 所以他們開始有女性 去跟船員發生性關係 然後他們用獻祭的方式 再跟這一些外來者進行交換 其實是一種人跟神之間的交換 可是島民們所贈餘的這一些手鐲 就是這一些手鐲 鐵丁鐵斧這一些珍貴的物資 其實也讓迷子 或者是平民開始產生的權力 開始改變了原有的權力關係 其實我們在交換第一個 就是經濟第一個禮拜談的交換 其實也是通過不可異化的物 在談權力關係的動態性 當交換的過程中 某一方擁有這一些不可異化的物 他就會開始改變一些起源 就是這一些物的起源傳說 甚至開始改變這一些物的形式 然後來開始提升或合法化自己的地位 到這裡OK嗎 如果前面唸的好像比較容易理解 可是接下來 不只是這一些交換的物資產生改變 還有一些其實在這個交換過程中 很多禁忌的違反 也開始改變原有的文化 一個很重要禁忌的違反是 其實過去當地人 你在什麼時候跟誰一起吃東西 其實都有很嚴格的規範 因為他們認為食物 尤其是在儀式期間的一些共識 其實是人跟神的共識 所以誰可以在一起吃什麼 在什麼時間吃 其實都有很嚴格的規範 可是當島民們開始 跟船員們從事交換的時候 其實就會開始跟船員共識一些當地的 船員們認為其實所有的食物 就是飽餐用的 所以當男人女人跟船員們 開始共識一些 即使像香蕉 像椰子這一些食物的時候 其實已經都開始在違反當地的禁忌 因為過去這一些儀式性的食物 包括豬 香蕉 或者是椰子 其實都有它適當 就是怎麼吃跟誰吃 在什麼時候吃 其實都有適當的規範 然後當這一些共識的規範 開始被違反了 原有的禁忌也開始改變了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禁忌的改變是 因為屈服他必須要建立他 就是維繫他神聖的權威 所以他開始 訂立一些規範來禁止 平民們的交易 就是屈服他為了要維持這一些 某一些珍貴的物資 就是他個人所擁有 所以他開始訂立了一些規範 限制平民們 跟那些傳員們的交換 或者是跟後來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進來 然後屈服開始訂立了一些交換的規範 譬如說他規定平民們用豬 只能去跟外來者交換 強制彈藥 或者是傳播用的東西 他限制平民們用豬來交換鐵器或鐵釘 雖然對平民們而言 其實鐵斧鐵釘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日常生活的物資 可是這個時候的屈服 就開始限制平民交換這一些物資 當然有一些他想要維持他的聲望的考量 然後開始 因為這一些屈服對於交換的限制 其實也開始動搖他的權威 因為過去屈服絕對不會這麼 就是貶低自己的身分去限制平民 反正平民只要一看到屈服 就很自然的遵守 所以不需要任何的規範來限制 可是當屈服開始用這些規範 來限制平民們跟外來外人的交換之後 其實很多的文化跟禁忌都開始改變 就是過去這一些是不可能被規範的 所以屈服 屈服他們企圖壟斷 或者是獨佔這一些跟外來者的交換 以滿足自身對外來者的需求 而且甚至屈服對於 其實他們這一些限制 其實也是用來繼續維繫他們的聲望 就是用來展示跟消費 可是這個 就是因為屈服開始去調整競技 來符合當時的遊戲規則 所以很多的就是文化開始產生改變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女人會到船上跟英國的水手吃飯 使用一些禁忌的食物 然後他們會開始 甚至有一些平民男子也不大理會 因為屈服所訂立的那些交換的規範 而開始冒犯了屈服所訂立的一些貿易的禁忌 所以在這一些 因為物資的進入 因為那個禁忌的打破 所以原有的文化也開始產生改變 所以這個是他談的 新的關係打破了習俗跟意圖 夏威夷人跟歐洲人發展出 交易結構中和體形成並接結構 囧難不同的 就是形成一套跟過去囧難不同的關係 到這裡OK嗎 你們知道後來庫克船長是被殺死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換了船員們 就是 船員們換了大量物資 然後本來就要回去了 可是因為遇到颱風 所以船又不得不回到 就是夏威夷島嶼 然後在他們的神話中 在島民的神話中 其實這個時間神是不能回來了 因為神在這個時間回來 是要跟國王競爭 競爭支援 競爭權力 所以後來庫克船長就被殺了 好 這個是沙里斯 從當地的原有社會文化 來理解這一些彼此接觸的過程 那當然這一個討論 引發後來很多人類學者 對於歷史是什麼 然後有很多不同意 science 的地方 所以我等一下也會再稍微提一下 後來有一些什麼樣的 debate 那剛剛談到的就是 其實競技作為媒介的轉型表現的結構 跟實踐的辯證關係 然後在 就是所有的過去的這一些規範 其實會在實踐中 在並階結構中被修正 然後又帶著新的關係 回到文化當中 其實你如果看更長的過程的話 會發覺其實過去的 就是後來在幾年之後 西方人在到來的時候 就已經不被視為神了 反而被視為是那一種 就是 impurity 所以只要國王跟他們接觸 國王反而必須要一段時間的 的自我隔離 就是其實這些關係是改變得非常非常的快 可是這個就是一開始接觸的過程 然後接下來他要談的是 那在權力關係上面 實際產生了什麼改變 在過去他們的 chief 其實被認為是神性的後代 然後 chief 他會把他的權力 分配給不同的人 這個 chief 就是除了這一個神性的後代之外 他其實在治理上面 他會把他的世俗權利分配給姻親 姻親擁有的是世俗的權利 也就是所謂的行政官 然後負責各種資源的分配 所以當時的國王 就卡尼奧尼奧過世之後 有一個國王叫 就是剛談的那個卡尼奧尼奧那個 chief 然後就是談一個那個接觸的過程 然後接下來他要談的是有一個 卡梅哈梅哈國王 好 他要談的是 先是談一個那個島民 那個 chief 跟外來接觸的過程 然後他在談說 其實這個接觸的過程 很多的文化跟關係都開始改變了 然後接下來要談整個那個 國王權力被推翻的過程 他說當時的國王叫卡梅哈梅哈 他其實會授權姻親 作為他權威的行政代理 因為這個國王 就是他們從 chief 到國王 其實都是具有神性的後代 那其實因為他是 等於是神的後代 所以他的兄弟姐妹同樣是具有神性的 就是跟神是有連結的 所以對他而言其實兄弟姐妹 尤其兄弟其實因為具有神聖的權力 所以是容易威脅到他的地位 就是兄弟跟姻親其實就是 這兩者比較之下 兄弟是具有神聖的權力 然後比較容易威脅到國王的權力 所以國王會把很多的世俗權力 各種的經濟資源的分配 交給他的姻親來做治理 所以當時的姻親 是卡梅哈梅哈國王的妻子的一些 就是他妻子那一邊的親戚 其實中用姻親的意思就是 就是避免那個國王的兄弟對他的權力產生威脅 因為姻親有的只是世俗的權力 所以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國王 不可能對於國王權力產生真正的威脅 可是卡梅哈梅哈沒有想到的是 可是當西方的傳教 就是西方宗教進來之後 西方宗教反而賦予當地 另外一種神聖權力的來源 所以讓姻親可以跟外來者 跟西方宗教結合 後來就開始 就那個卡梅哈梅哈這個國王的權力 就開始被推翻 哈堅談說在過去 其實因為過去 國王會重用姻親來做治理 各種資源的管理 然後在這裡頭 在卡梅哈梅哈的時候 在他的姻親裡頭的主要的統治者 是他的妻子的親屬 就是一個卡亞胡馬魯盟集團 那這一個集團他們是 他們擁有大片的土地 然後擔任政經的要職 而且可以負責跟歐洲人接觸的 各種商辦事務 然後接下來 這一些姻親擁有這些世俗權利之後 他們開始 正式成為夏威夷的統治者 是在想念這一個世界 就當1918年卡梅哈梅哈去世的時候 這一些姻親的集團開始舉行儀式 而且開始改變了過去的權力關係 他們在舉行儀式的時候 他們去宣稱 就是這個是那個姻親在舉行國王的商禮的時候 他們宣稱說他們其實打算要從禁忌中釋放出來 他們認為丈夫的食物跟妻子的食物 必須在同一個爐灶中煮食 然後他們要在同一個壺爐中吃飯 打算要吃豬肉 香蕉跟椰子 像白人那樣的生活 就這一些姻親集團 他們開始要從過去的禁忌中鬆綁 其實也就是開始鬆動過去國王所擁有的權利 而且這一些姻親的集團 他們因為跟傳教士結合 所以他們也開始宣稱 他們是擁有外來的Mana 就過去的國王跟貴族有一種Mana的力量 有一種神性的力量 可是這一些姻親集團 過去原來只有世俗的力量 可是當他們跟西方宗教結合之後 他們也開始連結了外來的Mana的力量 然後開始宣稱他們也是具有神性的 他們是可以成為合法的統治者 所以這裡就開始談說 過去的這一些夏威夷同仁 現在被界定為土著的 本質上跟外來Mana對抗的東西 而這一些外來的Mana 就是要像白人那樣生活的 這一些現在姻親集團的權利 然後這一些姻親集團通過接近外來的資源 確取了權利 重新建立了禁忌的秩序 讓他們的忌諱開始變得合法化 就是其實自理者必須具有神性 必須要跟神有連結 這個觀念在過去 在當地並沒有改變 只是到底那個神性的來源是什麼 誰可以跟這一些神性做連結 是在改變的 就是這一些新的繼任者 他們是透過跟外來宗教的連結 來合法化他們的權利 跟他們繼任國王的權利 那這裡 OK 嗎 其實它含著一連串的過程 就是其實原有的很多的禁忌 跟關係開始鬆動 然後再加上這一些新的權利的來源 所以可以合法化這一個新的繼任者 他可以成為新的Mana 就是可以跟新的Mana有連結 然後合法化他們的權利 好 到這裡 OK 那接下來原有的國王 進行了一個非常象徵性的反抗 就是卡米哈梅阿過世的時候 他的繼任者 其實那個時候權力已經岌岌可危了 就是當時的繼任者 這個國王 考伊基奧利國王 就是他是卡米哈梅阿的旁系親屬 他其實知道說大概大事已經不可為了 可是他還是要用當地人的方式 來表達他的反抗 他的表達反抗的方式是什麼呢 就是在一個當時 就是1834年 就是那個國王應該 就是在他們過去的國王 在某一個時間 他必須要順時針方向落行島嶼 然後要象徵性的把他的權利 跟所有的島民們做分享 可是這個國王他知道已經 他的權力已經岌岌可危了 他在那個時間 就在1834年 他用一個 跟過去相反的方式 他用逆時針的方向 繞行他的島嶼 就是他開始對於權力 用一種他們原有文化的方式 來進行反抗 就是用逆時針的方向 繞行島嶼 表示他不願意跟島民們分享權力 而且在最後 他在公開的場合跟他的姊妹們 產生性關係 因為過去 其實性關係也是一個 你們想那個伊米哈庫 其實性關係也是去 分享他權利的方式 就在過去的文化當中 可是這一個 最後的國王 他用逆時針方向繞行的時候 他在最後跟他的姊妹們 就在公開的場合產生性關係 是一個象徵性的宣誓 他拒絕把權力分享給其他的人 所以他是用當地的文化邏輯 來表達他最後的反抗 就是一個 這一個最後的反抗 就是他拒絕分享權力 就我覺得 這個故事其實 我常常覺得很多民族誌 其實都想 就是那種震撼的力量 其實都用戲劇的方式來表達 可以 可能會更有感覺 不過就是用一個比較邏輯性的方式 來看那個結構跟事件之間如何不斷的辯證 然後原有的文化其實也不斷的在產生改變 可是我覺得那個震撼的力量 好像很難用這種恐縮的方式來讓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那個整個權力的 就是那個當歷人對於權力的想像 還有在這變動的過程中 然後火王到最後 怎麼樣用他們原有的文化 來表達他象徵性的反抗 到這裡OK嗎? 請把邏輯上是容易理解 然後這一個民族誌之後 其實人類學就有很多的討論 包括美瑞索爾森跟沙利時有一個debate 美瑞索爾森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在談性別 談社會性的人觀的時候有談到 他談社會性的人觀 他談說 其實物是具有人的特質 所以在不斷交換分享的過程中 人其實在分享彼此的特質 而且甚至在交換的過程中 因為我的特質就是 我的特質會分給別人 然後別人也會 就是別人身上也有我的特質 所以我在 就社會性的人觀 我那時候有談兩點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所謂的人是一個 detachable 就是人的特質是可以交換出來的 人並不是一個本質性的 不是這個皮膚之下人叫做我 你們還記得嗎 我在談的是 人的特質是一個 不斷在社會互動過程中重新界定的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別人的身上有我的特質 所以在界定我的時候 是在界定一套社會關係 而不是這個皮膚之下人叫做我 就社會性的人觀談的一個 是在互動過程中建立認同 然後一個談的是 其實所謂的社會關係 就是人的認同本身 就是一個社會關係的縮影 就是要重新思考這個本質性的人 那梅文索勝跟沙林斯有一些理辯 梅文索勝就認為 沙林斯根本就是用西方人的結構跟實踐 這樣的辯證性的關係 或邏輯的關係在理解當地的文化 那梅文索勝他基本上認為 文化就是一套image 就是一套很美學式的一個意象 所謂這個美學式的意象 是他其實可以具有非常多重的意義 所以梅文索勝認為說 其實當地人 我們認為的外來事件 對當地人而言 並不見得是一個外來的事件 他說在美拉尼西亞的情況是 他們每一刻就是當地人 其實他們因為文化本身是 就好像image 一樣具有多重的意義 所以他們不需要等一個外來事件來 他們的文化其實在時時刻 都在產生改變 就在這個文化就是作為一個image 這一些多重的意涵 其實在每一個時刻 因為他們的交換的過程 因為他們跟人的互動的過程 其實文化的意涵是不斷在改變的 其實我自己的研究也在談這個部分 等一下有時間我再補充我的 不過梅文索勝基本上認為說 其實文化本身就是動態的 而不一定是外來的事件到來 才會產生改變 而且他認為說 當我們以為外來的事件 對當地人而言是一個 好像改變結構的一個外來事件 梅文索勝反而認為說 其實他們也用原有的文化的意象 在理解這一些事件 譬如說 他就梅文索勝舉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當地人認為說 每個儀式過程 你們會注意到美阿尼西亞 會把自己身上塗了各式各樣的顏色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有文化很重要 就是你在每一個時刻 要讓人家可以surprise 就是那一種情感的震動跟連結 他說其實這一些外人到了 西方人到了當地 到美阿尼西亞的時候 當地人也沒有覺得產生一個什麼多大的改變 當地人只是覺得 這一些人好厲害 我可以把身體塗得這麼白 他覺得並不是一個 真的截然造成改變的事件 梅文索勝要強調的是 其實文化在每一個時刻 在交換分享的過程 其實文化一直在變 文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動態的存在 其實我自己研究也在談這一塊 就是在每一個情境之下 又會有新的意義的連結 這是梅文索勝跟沙琳斯的 因為梅文索勝他有帶過我 那時候也有問他說 你為什麼都不去 他不會刻意去談這一些外來重要的事件 然後他就跟我說 為什麼只有外來事件進來的時候 社會才會改變 社會其實本身就是不斷在有 新的意義的連結 然後不斷有新的詮釋的過程 所以就梅文索勝認為 你去談結構跟事件之間的辯證 萬一這是很西方式的邏輯 或者是 就是所謂辯證式的思考 是西方式的思考方式 這梅文索勝跟沙琳斯的一個debate 然後也一個Obesca 跟沙琳斯的debate Obesca 認為沙琳斯 他其實是把當地人神秘化了 好像以為當地人沒有辦法區分出 這一些外來者跟神靈之間的關係 好像沙琳斯認為 就是他批評沙琳斯 好像忽略當地人 本來就有一套實用的邏輯 或世俗的觀念 好像完全把他們神秘化了 就是Obesca 批評沙琳斯 把當地人給神秘化了 忽略當地的那一套 實用的世俗的那一套邏輯 然後沙琳斯的回答很簡單 他就說Obesca 才是真的用 西方中產階級的邏輯 其實在理解當地人 我相信其實這兩個面向都有 都不是那麼絕對的 可是這一些debate 就是他們會特別強調某一些面向 這是所謂的討論 就是這樣子的討論 可以讓這個事件的多重的面向 可以更加揭露出來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要特別坦然 是Block 對於這一些 關於前面這一些討論 他Block 很善於做總結 他有一個總結式的方式 他說重要的還是要回到當地人的人觀 當地人歷史記憶的機制 然後每個文化到底怎麼樣記憶事件 怎麼樣看待歷史是不一樣的 他認為這個才是真正的關鍵 他認為剛剛那一些討論 其實都還沒有辦法把 就是Block 的特徵 他就會把幾種歷史記憶的方式列出來 然後告訴我們說 每個文化你要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 所以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他回到歷史記憶的機制 而且這個歷史記憶的機制 要跟當地的人觀結合在一起 而且Block 的特徵 你們還記得我們在宗教人類學的第四週 有唸過Block嗎 記得嗎 就談瑪達加斯基 他要談Descent 其實也是一套 就是他 他其實是 不能講image 就是他認為Descent 其實是透過各式各樣的疑似過程 所建立起來了一個 有一點 就是所建立起來的這一套象徵結構 然後這一套象徵結構 他可以被各種不同的統治者來使用 你們還記得嗎 他要談的一套象徵結構也是 就是他在談說 其實在儀式裡頭最重要的是 其實要怎麼樣把具有野性力量的 一些對立的力量 整合成為世系群可以掌握的力量 就是把野性的力量 透過象徵暴力的方式 整合成為世系群的力量 所以可以讓世系群永遠不生不死 因為他不斷在整合外來的力量 然後在儀式的過程中 每個人都逐漸越來越接近這個世系群的存在 就是讓你從小然後不斷的接受 這一個世系群的伺服之後 然後當你死了放到墳墓 你就真的成為世系群的一份子 所以在儀式裡頭 你在服從這一個世系群的代表著 長者的權威的時候 其實是在服從未來的自己 還記得嗎 那布洛克等一下會繼續講這一塊 他要談一套馬拉加斯加的記憶的機制 他談三個文化的記憶的機制 然後他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每次談一個民族制 他就要跟一個很大的一個 哲學的議題做對話 他認為說 其實從民族制裡頭 你可以看出兩種很不一樣的記憶機制 而這兩種記憶的機制 基本上就是布洛克圖跟亞里斯多德的 兩種不同歷史記憶的機制 第一個他談的是 就是他認為布洛克圖所關心的是 絕對的超越的真理 所以仁治時就知道所有有意義的知識 只是忘記了 就是有一套超越的真理 其實一直都存在這邊 只是我們忘記了這一套超越的真理 然後我們不斷的被事件跟時間所污染 所以人們必須要重新學習 他認為學習的歷程是重新喚起 人們原本就知道的絕對真理 他就談布洛克圖跟亞里斯多德有兩套 對於記憶歷史跟學習跟人觀的看法 就是等一下他就要用那個民族制 來回應這兩套 布洛克圖認為有一套絕對的真理 然後人是透過學習過程不斷的去 就是只是去喚醒人們過去 就應該要知道的這一套真理 然後亞里斯多德認為人們是 被他們所學習的知識所創造 所以當人們記憶過去的時候 過去的資訊或事件 其實是被心境的記憶或資訊所掩蓋 就是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一個 不斷在學習的過程 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重新去 學習心得 而且不斷重新去創造自己 這是他的詮釋 真的是很忠實 他的詮釋 就是他的理解方式 他說在這兩種對於學習跟知識 不同的看法之下 他們對於歷史的看法是 柏拉圖認為事件只是人周遭不重要的漩渦 人的責任是保護真實的知識 不受事件的污染 因為有絕對的真理 然後我們只是要不斷的去接近 或者是去 就是去喚醒我們知道這個 原本又應該知道的知識 然後在這過程中 所有的世俗間所有的事件 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然後亞里斯多德反而認為說 其實人是透過學習的過程 不斷在接觸真理 所以 人不能跟歷史分開 實踐的智慧並不是絕對的 是不斷被經驗所行訴的 所以他要強調的是 我們所有的經驗都會影響到 我們對於知識 對於歷史 對於真理的想法 然後他認為這兩種有關記憶的理論 牽涉到不同的人觀 宇宙觀跟道德觀 好 這裡OK嗎 我實在覺得他滿厲害 所以他透過民族制可以講 就是跟哲學做對話 其實他基本上是認為說 人類學雖然做的是 一個比較小地區的 可是他認為人類社會 有幾種不同的思考方式 是可以透過這一些民族制的研究 來接入的 而且甚至他認為 因為人類學做的就是一個 比較小社會的研究 所以反而比較容易看到 人跟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 或者是歷史變遷過程中 到底文化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 如何改變 他用三個民族制來談 這兩種知識 第一個是一眼門的撒達 撒達他們基本上是穆罕默德的後代 就是現在對於伊斯蘭教的分類 他們是屬於實業派 就是他們強調的是 他們是跟穆罕默德有寫人關係的後代 然後另外一個是遜尼派 就是強調說他們可能是穆罕默德的姻親 就是不是直接寫人關係的 當然他們是穆罕默德有寫人關係的後代 可是他們在1962年 燕門革命推翻祭師的時候 他們就被推翻 甚至後來就過著非常辛苦的生活 可是基本上他們的想法是 他們的歷史觀是比較接近布拉圖的 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才是穆罕默德 真正的有寫人關係的後代 他們沉寂了這個不變的真理 所以不管他們在歷史過程中 可能受到破壞 可能受到非常一些很艱苦的遭遇 他們認為其實所有的這些遭遇 都是外來的 就是歷史對他們而言 事件對他們而言是external memory 就是都像外來的漩渦一樣 不會影響到他們那一個 作為絕對的真理的存在 好 他認為這個是比較接近布拉圖式的 這裡談 就這一群satah 這一群人 他們是穆罕默德的後裔 所組成的一個團體 在西元九世紀的時候 就成為夜門的祭師跟統治者 身為先知的後裔 他們認為他們是神性跟法律知識的容器 繼承了發展神性跟智慧的前人 就是他們強調先天的特質 然後這一種對於先天特質的強調 也牽涉到他們的親屬理論 強調因為出生而具有的決定性的潛能 而且這一種對於先天特質的強調 也影響到他們怎麼樣去看學習 他們強調的是學習強調的是規則嚴格的教規 而不是個人的詮釋 所以學習的過程是將神的訊息 安置到學習者的心靈 經由經文來形塑學習者的心靈 戰勝頑強的自我 所以必須要背誦經文 就是因為他們強調的是 他們作為穆罕默德的後代 他們具有的神性的特質 所以他們學習的過程是透過背誦的過程 再把自己作為神的容器 讓神的真理可以豐富他們的內心 就是透過這一些神的真理 來戰勝頑強的自我 就是他們其實透過學習 還是在接入這一套絕對的真理 然後他們認為所有的學習跟生養小孩 都是要維繫神性 那他們雖然後來因為 燕門1962 的革命被推翻 他們還是不斷藉由內婚或移民 來維繫他們本身不變的特質 他們相信政治或知識潮流會過去 他們本身作為神所選擇的容器 跟絕對真理的支持者 是維繫不變的 所以對他們而言所有的世界 其實都是環繞在他們周遭的external 就是好像漩渦一樣 在他們的周遭不斷的翻騰 他們本身作為絕對真理的一個化身 或是作為絕對真理的不變的特質 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是他談的external memory 他認為所謂的記憶 一定要回到當地的人觀 他們的人觀是認為 他們本身就是神的 絕對真理的負債者 所以所有的事件都只是外圍的漩渦 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存在 這個OK 然後我等一下要談一個 Ferrybin 的 Bicot 社會 就是在談情緒的內學 黃英貴的這一篇文章裡頭 有談到這個Bicot 社會 Bicot 社會就相對於 相對於那個夜門的sadach 他們認為人是 不斷被各種事件所重新形塑 並沒有一個本質性的存在 而且Bicot 社會很相信 你必須要在不斷的溝通 互動的過程中去形塑置身 所以這個是Block 所談的 Internal Memory 就是所有的 你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行為 歷史上所有的事件 都會成為你內在的一部分 你不斷透過溝通協商的過程 不斷把這一些日常生活的互動 這一些外來的事件 吸納進來重新去巡視自我 所以他認為 對 Bicot 社會而言 其實記憶本身是Internal Memory 就是歷史本身 所有的事件 都可以重新去界定人的特質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我簡單把Block 這個講完 就是在 Bicot 社會裡頭 等一下我會談的是 他們其實是有接續的 然後窮人認為自己一無所有 他們需要有力量的人 包括有錢的地主 有利的政府官員 有外來的子民者的同情 然後對於超自然也是 他們認為自然是有力量的 人必須要不斷改變自己來適應 就是適應這些外來的社會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們認為所有跟外來者 跟精靈的溝通協商 所有歷史上的事件 都會不斷改變自身的存在 然後他們也會讓這一些事件來改變自己 然後他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透過謙卑的態度跟協商的過程 來改變外來的力量 創造出公平的情境 所以相對於 Satah 所強調的永恆的本質 Bicot 人他們是 讓有力量的外來者改變他們 然後在這過程中 他們不斷透過協商 來使弱者 使自己成為具有創造性的主體 轉化 透過不斷創造性轉化的過程 重新界定自己主體的位置 這個等一下詳細的情況我會談 那他認為說在Bicot 社會裡頭 沒有什麼是固定不變的 事件帶來新的印記 形述過去未曾存在的自我 一個人在歷史過程中不斷的轉化自我 而且透過選擇性的記憶來建構意義 所以遙遠的過去 會不斷的被新的事件所取代 然後事件不斷在改變人的存在狀態 他們並不是由出生所界定 而是在成長過程中不斷重新界定自我 這個等一下我會再談 就是他們 因為其實整個那個Bicot 社會 這個作者Carnel 他要談的是一套情緒的邏輯 可是在 Blocher 因為其實這兩個民族誌 作者都是 Blocher 的學生 所以他就是用學生的民族誌來做比較 然後去談說其實 對於那個 Bicot 人而言 歷史是 Internal Memory 所有的歷史事件都不斷在改變人的存在的狀態 所以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不變的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知道 Blocher 要做的就是他的 Marina 他認為 Marina 同時結合了 External Memory 跟 Internal Memory Eternal Memory 就是從他談的 Descent 開始 你們還記得他談 Descent 作為一套超越的秩序 這一套超越的秩序 在 Marina 兩百年的歷史中都沒有改變 還記得嗎 所以他說從這個角度而言 其實歷史對於當地人而言是 External Memory 因為不管外來事件如何改變 他們這一套超越秩序是永遠不變的 只是一開始是世系群的儀式 然後後來變成王國的儀式 後來被反殖民者所使用作為對抗殖民的方式 然後後來獨立之後又被農民階級拿來對抗 就是獨立之後擁有權利的中產階級 就是這一套超越秩序會被不同的人使用來合法化權威 可是這一套超越秩序 在兩百年的歷史過程中都沒有改變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是透過象徵的方式 不斷把外來的力量整合進來 而建立起來的一套不生不滅的秩序 他說所以馬達加斯加漢的歷史觀 包括 External Memory 跟 Internal Memory External Memory 就是我剛剛一直在談的這一套超越秩序 因為有這一套超越秩序 所以不管你人生經歷了多少痛苦 就是人會慈亡 然後會有病痛 然後有很多的傷痛 可是因為有這一套超越秩序 這一些外來的漩渦一點都不重要 不會動搖到他們那一個本身存在的價值 因為人就是不斷在接受祖先的伺服 然後越來越接近 Descent Being 然後後來就成為這一套超越秩序的一份子 就當死了之後 埋在墳墓裡 就成為這一套超越秩序裡頭 永遠不生不滅的存在 他認為就這一套超越秩序而言 其實當地人的歷史是 External Memory 就是不管歷史怎麼改變 人被成為這一個不生不滅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讓他們具有一種絕對的 就是對於存在有一種絕對不變的一個想像 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實馬達加斯加過去 被法國殖民 然後獨立之後有很多人移到法國 他們也開始過法國人的生活 就他們的食物什麼 各種生活的一些習性也都在改變 可是他們死了之後 還是希望回到馬達加斯加葬在祖先的墳墓 可是他談說 其實當他們在移民的過程 或者是社會變遷的過程 他們也會學習新的知識 然後也會受到外來事件的轉化 所以從他們的日常生活 不斷在學習新的各種食衣柱形 其實他們也具有 Internal Memory 就是像 Bicol 社會一樣 他們也會不斷的改變自己日常生活 只是死了之後一定要葬到祖先的墳墓 因為才可以成為永恆的存在的一份子 所以博洛克就認為說 馬達加斯加莫利納人 是同時具有 External Memory 跟 Internal Memory 就是他這整個討論其實是需要 整合過去的這一些可能對於歷史記憶 或者是對於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沙利恩斯 馬尤索聖根 跟 Obeska 就是這一些人類學者 對於歷史的不同討論 他認為其實所謂的歷史 所謂記憶的機制 要回到當地的人觀 他們怎麼樣去看待人的存在 然後影響到他們怎麼樣去看待歷史 怎麼樣去看待世界 考愛島的事件 他其實文章裡頭沒有直接去談 可是考愛島的事件 他其實 我如果是他一定也會認為 同時具有 Internal 跟 External Memory 其實大部分的社會應該都是 就是其實他會有一套社會結構 可是這一套社會結構 是不是真的有那一個 就是那個 Transcendental Order 其實沙利是沒有談的 可是我們後面可以看到 其實他在反叛的過程中 其實那個國王最後的反叛 他還是用一套當地的文化邏輯 在進行反叛 只是因為每個學者關懷的不一樣 所以沙利是從來也沒有想要去建構 什麼 Transcendental Order 或者是什麼不變的一些 超越性的結構 可是你們如果想一想 我們前面所念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結合了 這兩個面向 我如果等一下有機會再回到我自己的研究的時候 我再重新去幫大家複習一下 其實我在做的一方面也是在談說 那個喇喇的多異性 可是也在談 在不斷的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其實這一個喇喇的意義 就是當地的文化觀念的意義 是可以不斷地重新被 就是不斷重新被賦予新的意涵 那我等一下要談的太魯閣的那一個民族字 其實也是在談當地有一套情緒的結構 就是我還是想要從一個 更深層的一些情緒的邏輯來談 是不是有所謂的 就是一套比較深層的文化邏輯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不斷在探索的 好 我到這裡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用這個例子 你們可以回想一下 我們前面所談的這一些民族詞 其實也是不斷在談變遷 然後在變遷的過程中 其實變跟不變是不斷重新交織的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情緒人類學的發展 情緒人類學發展 我放了黃英貴老師這篇文章 他對很多民族誌都做了回顧 那我想說我等一下特別來一個民族誌 來作為討論 那因為等一下有三組要報告 所以我想這篇文章也不算難 所以應該要留給大家做報告 因為我覺得那個語意還算是容易懂 那這裡有一些比較重要他提出來說 其實情緒人類學必須要去思考 可以對以往的課題或者是成果 提出新的觀點 還有可以凸顯被研究社會文化的特性 還有可以挑戰人類學已有的社會文化理論 有助於人類學知識本身的發展 所以他接下來就是去談 情緒的研究如何對於 過去的政治經濟親屬宗教產生一些 有一些新的觀點 譬如說他談布瑞格他怎麼樣研究愛斯基摩人 然後有他自己怎麼樣被接受 後來被放逐 然後又重新被接納的經驗 來對於親屬作為一個發展的過程 能跟人之間透過互動所發展出來的情感 來界定親屬有一些不一樣的事業 那我想這一些 黃英偉老師提的 親屬 宗教 政治 經濟都還滿清楚 就是開始透過情緒的視野 而對於譬如說對於交換 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交換害怕的是 我如果沒有回應 我如果收的禮物沒有去回應的話 可能對方因為生氣而有各種的巫術 就是透過情緒可以對過去政治 經濟 親屬 宗教 有一些不同的事業 然後第二點是他要談說 我們如何透過情緒研究來凸顯 一個社會文化的特質 那其實這個研究在 就是透過情緒來了解社會文化的性質 其實在南美洲跟東南亞的發展是最好的 因為這兩個社會基本上 這兩個地區都是比較強調個人能力的社會 所以也很強調 透過人跟人之間的主體性 各種的情感的交換互動 去建立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那在南美洲跟東南亞的這一些民族誌裡頭 在文章裡頭有提到東南亞的兩個民族誌 一個是羅沙豆談的菲律賓伊隆古 然後一個是卡內奧的 就是談的菲律賓滴滴滴 那我等一下想說 就是我把那個卡內奧的 比狗社會再講的更具體一點 那人類學其實對於東南亞研究 開始從情緒觀點來切入 是從Michel 羅沙豆 對於菲律賓伊隆古的研究 然後他其實 在一個 就是這一本著作 Knowledge and Passion 他很重要的是 去談說其實透過情緒的事業 我們可以對於過去的社會現象 有一些不一樣的觀點 譬如說過去這個地方 他們被認為是從妻居 因為男生結婚之後 必須要到妻子住的地方 所以過去從那個 結構公文論的角度就認為說 是不是比較強調女性的地位 可是羅沙豆他其實從 Knowledge and Passion 這兩個很近 他認為對於當地人也非常重要的語彙來理解 其實對於這個現象 從七居這個現象 會有不一樣的理解方式 他說為什麼男生結婚 首先他說他們當地人有兩個很重要的語彙 叫做 Beya 跟 Ligate Beya 就是知識 Ligate 就是激情 他說男生在過去文化 就是在當地的文化中 就被認為說 必須要透過不斷遊歷的過程 去獲得知識 所以男生本身就是在移動的 所以在這樣的邏輯之下 其實男生結婚之後 很自然就是移動到女方的居處 然後女方 女生就是整個家的中心 他是不動的 那反而男生必須要 不斷移動的過程去獲得知識 這個本來就是當地文化邏輯 裡頭很重要的一環 然後女生主要是在家裡 而且從事各種的生產工作 那女生在做生產工作的時候 其實也是Ligate 跟 Beya 不斷地溝通協商 互動達到平衡的過程 譬如他說女生他在種植的時候 他必須要很有熱情 然後用各式各樣的咒語 就是女生種植的時候 其實也是 就是他認為整個作物的生長 其實透過這種熱情 透過各種力量來讓作物得以成長 可是他又必須要透過像咒語這樣的知識 來使這個作物可以 就是在人可以控制範圍之下成長 又不至於雜草統重生 不至於過度的混亂 他說其實女性在各種的社會生活中 譬如說在種植的時候 其實也是同時在追尋Ligate 跟 Beya 之間的 一個平衡的過程 譬如說作物的生長就是需要有那個 就是必須要有活力 必須要有力量 可是也必須要透過咒語來導運他 適當的生長 所以他說Ligate 跟 Beya 其實是可以理解過去的親屬 或者是生產活動 甚至他認為可以理解 像黑湯廷獵手這樣的行為 獵手在當地 其實羅薩德認為說 其實他們通常會去獵手的時候 除了像譬如說有一些復仇的情況 還有就是如果有親人過世 然後心非常非常的heavy 非常沉重的時候 他們可能也是去找過去可能有仇敵的那一些 那一些地方去進行head hunting 進行獵手 可是獵手本身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你要獵人 人家也會來獵你 所以獵手的時候很重要的是 老人家的知識跟年輕人的熱情交換的過程 就是老人家必須要很有智慧的去組織這一些 就是獵手的隊伍 到底誰攻擊誰防守 就是老人家必須要知道每一個年輕人的個性 然後很有智慧的去做各式各樣的分工 那年輕人 當地人其實是 非常就是很強調個人能力跟競爭性很強的地方 然後年輕人要怎麼樣去 就是老人家要怎麼樣讓年輕人 每個人願意接受他的工作 而且甚至其實在獵手之後 那一個就是最重要的那個有功的人 並不是真正獵手的那個人 而是後來把頭顱丟到地上 因為那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情緒的一個展現 他說其實老人家必須要非常有智慧的 去organize 這一些年輕人的熱情 然後讓年輕人得以分工合作 他說其實ligate 跟本亞之間的一個溝通協商 跟平衡的過程是 表現在當地的各種的社會生活當中 那當然這一本書出來之後 大家會對head hunting 非常的好奇 因為head hunting 有很多很多的誤解 當然西方社會對他有很多的誤解 那其實後來就是在elongo 社會 其實那一個head hunting 獵手 本身就是一個情緒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疏解的方式 可是其實他也承受了很多的危險 因為其實獵手本身就是 就是必須要有老人的智慧 跟年輕人的熱情之間的協商 然後後來其實引發了 不只是情緒人類學的討論 他引發了人類學對於當地 就是東南亞head hunting 的討論 那就會比較去談說 其實獵手必須要放回 當地的社會文化脈絡中 每個文化其實獵手的意義 會不一樣 譬如說在印尼有一個族群 他們獵手的意義 他們基本上還是回到他們的人觀 他們認為說人死了之後 會非常非常孤單 要走一段非常寂寞之旅 就是人從過世之後到另外一個世界 是非常孤單寂寞 然後必須要有人陪伴 所以在那個族群裡頭 他們認為獵手其實是要 找一個人來陪伴這個使者 走過這一些非常孤單寂寞的路 可是這樣子的人觀 他們反而就是這樣子對於死亡的觀念 他們反而不會強調 真的要去有這個獵手的行為 所以在後來英國殖民的時候 他們反而英國政府可以借給當地人 就是跟他比較親善的部落頭顱 因為英國政府就把原有各地 都有一些獵手架的那些頭顱 都集中管理 然後集中管理之後 反而可以借給跟他比較親善部落的人 頭顱去做儀式 因為他們認為只要做這個儀式 其實就可以幫助使者 就是有人可以陪伴使者走過這一個時候 這一個非常的 就是很寂寞的這一條路 甚至後來當地也可以直接做一個架子 就是模擬那個獵手的過程 就是他們其實可以透過儀式的方式 來替代真正的獵手 就是有的地方像elongal 他們可能就是真的要有 就是有這樣的過程 可是有些地方是可以透過各種儀式的方式 來滿足他們對於獵手的一些 就是來實踐一些對於獵手的需要 然後其實在現在 整個東南亞社會對於獵手的討論 反而是會回到 其實不是真的有沒有 現代不是真的有沒有 head hunting 這樣的行為 反而是對於國家的論述 就是當地人認為說 其實國家才是真正的head hunter 才是真正的獵手者 就當地人犧牲的生命跟土地 來成就國家的建設 就我現在大概後面 關於head hunting 的這一些補充 其實是希望稍微扭轉一下 大家的刻板印象 因為其實在當時 head hunting 一定有很多社會文化的原因 包括我在做整個泛泰亞的研究 這裡我來不及多談 可是其實重要的反而是在當代的論述 他們反而認為說 其實整個國家的發展 反而讓他們犧牲更多的生命 因為他們過去其實 head hunting 其實真的不會有多少的犧牲者 其實他很重要的反而是那個過程中 包括 要透過legate 跟本亞的一個平衡 或者是我剛剛談的那個疑似的過程 要透過疑似的過程 陪伴使者走過非常孤單的路 所以在當代反而 就是我很擔心大家對於 過去的 就是非西方社會有一些 刻板的想像或誤解 可是我想上完這個課應該不會了吧 可是我還是很小心的 其實是回到說 其實當地人 當代對於head hunting 的論述 反而認為 其實整個國家跟發展計畫 讓他們犧牲了更多的人命 反而是 多於過去的head hunting 這樣的行為 我這個只是列作補充 OK 嗎 那還是回到情緒 就是情緒研究在東南亞研 裡頭 除了像 Elonco 就是菲律賓高利的Elonco 社會 然後還有菲律賓滴滴滴的 Bickel 社會 就是我等一下要談的 就在Bickel 社會 他們是在菲律賓滴滴 他們過去經歷了兩百年的 西班牙殖民 然後後來西班牙走了 又是美國人過來 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 過去很多研究者 都認為當地人的文化已經改變了 可是這一個作者 Caneo 他反而從更底層的文化邏輯去談 其實他們的整個情緒結構 或者是 我剛剛談的對於歷史的看法 其實都沒有改變 就是他們的整個情緒的轉化過程 是從被壓迫轉化成為愛跟同情的過程 我等一下就想要從他們的婚姻關係 他們的自病儀式過程裡頭 治療者跟病人之間 還有治療者跟靈媒之間的關係 來談這一套情緒的邏輯 Caneo 的菲律賓滴滴我等一下再談 然後黃先生這篇文章 還有提到亞馬遜的一些研究 不過因為每個民族制都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這裡我大概也只能從黃英貴老師 這裡很簡單的一些論述 就是他們強調的是 人跟人之間互為主體的過程 就是其實人跟人的相處 就必須要扛別的體 就是互為歡樂 就大家都很歡樂的在一起 其實我等一下要談太魯閣的研究 那個歡樂也是當地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個理想 就人跟人關係其實是要很歡樂 而不是任何勉強的在一起 那在這裡南美洲很重要的 也是那一種相處過程中 能夠competibility 很歡樂 互為主體的在一起 可是也因為在南美洲的研究裡頭 也會突顯說 因為互為主體彼此歡樂 其實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因為這個是對於人際關係 一個很高的期許吧 那其實反而當你沒有辦法達到彼此 都歡樂的時候 反而會造成彼此社會關係的分裂 或者是衝突 所以這個大概是南美洲研究裡頭 其實是對於情緒研究 很重要的一些開展 不過這兩個民族 這幾個民族字 我大概沒有辦法多談 我只是告訴你們說 其實情緒的內學 透過情緒來理解社會文化特質 其實現在在人類學研究裡頭 發展最好的就是 東南亞跟南美洲 還有當代 那當代其實 因為我們當代人就是那一種 就是一個人 就是其實是透過人的主體性在建立 人的主體性在建立社會關係 甚至我覺得當代研究更難的是 當代就是內在意識內化 自我意識內化 然後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內心系 所以當代談情緒其實會更難 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就是當代很多的理論 其實也都在談這一塊 可是我這裡大概也只能這樣子 就講到這個地方以後 如果有機會開啟去人類學 再歡迎大家來 還滿想開的 好 那到這裡 我先簡單的介紹這一本書所談的 其實人類學的情緒研究 如何對於社會文化性質 就是必須要透過情緒 才能夠去了解當地社會文化性質 其實是一個目前都還在進行的 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那最後其實人類如何透過情緒研究 來挑戰了類學已有的知識性質 這裡我放了就是 我們從前面談起來的 從結構功能論象徵論實踐論 到當代的情緒研究 其實就是我之前 大概每一堂課也會稍微提到 就是從我們的親屬的第一個禮拜 談的怒我 其實是非常結構功能論的立場 就是認為說社會是理性的系統 然後社會的每個面向 都是具有維繫社會結構存續的功能 可是這樣子的觀點在人類學中 被批評說是忽略的變遷 忽略了當地人主觀的看法 所以接下來我們到宗教的 第一個禮拜談的是象徵研究 那象徵研究 你們還記得我談那個milk tree 就是那個奶樹 就是每一個象徵可以有非常多重的意涵 而且象徵可以釋放人的情緒 就是在透過那個象徵的表達 可以讓人的情緒得以釋放 讓社會秩序得以再恢復原有的運作方式 所以到了象徵論者就開始強調 象徵秩序的獨立自主性 就是一方面象徵會有他的獨特性 然後人對於象徵秩序 也可以有他自己的詮釋 可是在這一個 從我們談Turner開始 其實對於社會變遷的討論還是不夠 就是milk tree 雖然象徵有多意義性 然後得以釋放人的情緒 可是到底這一些象徵秩序 改變的可能性到底在哪裡 就是這個討論還是不夠的 所以接下來人類學談的實踐理論 其實就更關心說 其實我們如何透過各種日常生活 儀式時間空間這一些實踐過程 就是所謂的空間 也都被賦予很多的意義 其實我上禮拜要談那個國家自理性 我本來要談空間 可是大概時間不夠 可是我大概就是告訴你們整個理論的發展 就是其實人類學後來的實踐 實踐理論是很強調的是 其實所有日常生活實踐 尤其是這一些比較制度化的實踐方式 像儀式 實踐空間 人觀等等 其實是不斷的在實踐過程中 我們人可以有新的詮釋 或者是不斷賦予意義的過程 在這一些新的詮釋跟賦予意義的過程 其實也是造成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 那你們可以想想在我們的討論裡頭 因為我上禮拜來不及談完空間 可是如果我在今天沙令式的 其實他是一個實踐理論者 就是你可以看到 事件跟結構之間不斷的辯證過程 其實每個事件也都不斷的在改變社會文化 就是社會文化不斷有一些新的面向 然後有一些改變的可能 所以到這裡應該都OK 那我們今天在談的情緒研究 其實是對他 就是目前為止做得非常好的 都是對於一個社會流動性高的社會 然後上面的研究 其實上面的不管是結構功能實踐 或者是象徵 其實都不容易掌握到這一些 不容易掌握到一個比較流動性高 或者是以個人能力為 強調個人能力的社會 所以情緒的內學就會透過 從人的個人的主體性出發 透過個人情緒的轉化過程 來理解人跟人關係的分裂 或整合的過程 這是我大概努力的交在我們前面所談的 跟今天大概可以做什麼樣的連結 就是希望複習一下 那為什麼象徵論不能解釋流動性高的社會 因為感覺好像還是可以做一些詮釋上的改變 對 應該其實象徵論本身 可以有非常的廣大 就是有廣義的跟狹義的 那我剛剛談的是狹義的 像Turner這樣子的 可是廣義的象徵論 其實像格爾茨會被放在 雖然他被認為是一個詮釋論者 他可能被放在廣義的象徵論 或者是 我覺得我剛剛這裡其實只是從我們 就是我們講過的這些民族誌 像Turner 的研究 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看到 那個象徵字去改變的過程 可是其實還是有很多象徵論者 其實是結合了實踐理論 是可以看到那個變遷的過程 只是好像我們 我剛剛盡量從講過的民族誌裡頭 來幫大家複習 就我們講過的這一些民族誌 其實我覺得象徵論跟實踐論結合的 最好的就是像沙令史的 所以我剛剛才會特別談沙令史的研究 就好像象徵論其實他後來也會 就是人類學理論的特色就是 不斷會不斷的相互的整合 然後看到社會文化更豐富的面向 所以好像不是只有一個象徵論這樣的發展 其實我來不及講的是 其實講完Broker 我本來要談Kamerov 他就是在談象徵秩序的一個變遷的過程 就是當地人在面對資本主義的時候 就是過去的象徵秩序 如何跟資本主義的秩序不斷的整合 就是中間會有衝突 可是也不斷的在協商 其實我自己的研究應該有這個面向 就是我在談塞德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 或者是塞德克宗教變遷 其實都在談這一些外來的力量進入之後 其實原有的象徵秩序跟外來的這一些 不管資本主義或西方宗教的觀念 如何的有衝突或轉化或協商在創造的過程 我想現在人類學就是很豐富的 不同的理論的一些對話跟整合 我覺得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民族誌 就是談菲律賓地利畢口社會 我剛剛有提到說 畢口社會他在兩百年的歷史中 其實被西班牙殖民 後來他被美國文化影響 過去研究都認為 他們好像已經沒有自己的文化 可是卡內奧他是從當地情緒的邏輯去談 其實他們那一套情緒的邏輯 涉及人跟人之間夫妻之間 或者是人跟精靈之間的一套情緒轉化的過程 其實並沒有改變 我想這個是因為情緒研究 你想想看情緒研究要回到人的主體性 其實會非常非常的 就是研究者的主觀性 或者是每個人的主體性的差異性這麼大 其實他反而會變成一個非常異質性的討論 所以他這一個從底層情緒邏輯來看文化特色 其實是一個情緒研究 可以怎麼樣結合人的主觀性 跟所謂社會文化獨特性 我覺得結合很好的 因為你如果要談每個人的主觀性 然後牽涉到研究者因為各種不同 跟不一樣人的一個 就是研究者他自己的體驗經驗 以及那個主觀性真的可以差異性很大 那我覺得他這裡實際嘗試 再放回文化邏輯去談 其實還是有一套生文化的特色 那一開始他就先談 對於當地社會原有的研究 就是他一開始先回顧過去的當地的研究 就當地的研究在70年代的時候 是比較現代化的一些討論 他們認為說當地社會是有階層的 就是是由貴族、自由民跟努力組成 而且70年代的研究會認為 這樣子的一個權力關係是不公平的 那反而比較強調現代化跟發展的論述 可是到了80年代之後 就開始比較關心 就是比較從當地人的立場來關心 其實所謂的階層也不是不變的 它是一種相互的關係 所以後面談的這幾個人 其實都是在談 就是對於階層的流動性跟動態性 有比較多的討論 譬如說 譬如說這一個學者 Aleto 他 他談說他舉一個例子 他談說其實當地有很多的農民的反抗運動 可是農民反抗運動的時候 那一些領導者他可能地位是高齡農民 可是他在整個反抗運動過程中 他必須要受到農民們 就是底層階級這一些人的時速的照顧 然後必須要有他們的支持 就是他必須要 這個反抗的過程中 其實反而強化了不同階層之間 尤其是自由民跟農民之間的一個團結跟交換 因為領導者必須要靠著農民的食物住宿跟保護 來維繫他的生活 所以反而他認為這個階層關係 是建立在平行的同胞的關愛 然後這個關係會被轉化 擁有權利 譬如說農民運動的領導者 他反而是負債者 他欠著這一些農民很多的人情 私數跟各種保護 就是他要被追討的時候是農民們 想方設法而去保護這一些運動的領導者 所以他開始反而注意到 這些階層的關係 不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關係 他反而是建立在彼此之間同胞的關愛 然後接下來像羅佛 他也是在談其實權利並不是單向的 他是透過很多的社會關係 透過各式各樣的互惠關係 所建構起來的 那到了卡內奧他更強調那個協商的過程 他認為當地的權利是一個非常優微 就是他雖然是有階層 可是他也必須要透過很多的協商 很優微的互動關係 不斷在轉化彼此之間的那種 就是不管是平等的或權利的關係 他認為其實協商 他的最重要的論點 他認為所謂權利是一個不斷協商的過程 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固定的狀態 他其實是在這一個 權利基本上是一個非常曖昧不明的 他好像有一套階層 可是這階層又不是絕對由上而下 甚至由下而上他要不斷地去 譬如說他要不斷訴說他的可憐 然後希望其他的人 就是希望有權利的人可以同情他 可是在這訴說的過程中 他有為自己爭取到很多的權利 他說其實所謂的權利是這一種 非常優微不明 不斷在互動跟協商過程的 好像也不是一個確立的狀態 他是一個不斷在過程中的 這是他主要的論點 所以他這一本書叫Power and Intimacy 就是權利與親密性 他就是在談權利並不是靜態的 我這裡放了他的主要 他其實這一本書有四個部分 他就是先談夫妻關係 談治病儀式 然後接下來談天主教 然後後來談那個受美國文化影響 然後接下來就是結論 那因為我想說後面的部分 可能來不及講 所以我比較談兩個部分 一個是他們的婚姻關係 然後一個是他認為婚姻關係裡頭 那一套底層的邏輯 其實可以用來理解 所有不同層面的關係 包括不同階層之間的關係 包括人跟精靈的關係 包括後來天主教進來之後 人跟神的關係 甚至後來美國文化進來之後 他們對於外來文化不斷模仿的過程 其實背後都是這一套情緒的結構 還要談東西很多 所以我就談前面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他先談當地的婚姻 他說當地的婚姻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是由父母安排的 這個叫什麼 媒婁之言 就是所謂的 交換 不是交換文件 就是安排的婚姻 那一開始 父母幫兒女們安排婚姻的時候 那個新娘一定會覺得非常的shame 就是覺得很羞恥 或者是很害羞 不好意思 他要跟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生活在一起 所以這一些 他談了很多當地人 如何論述他的婚姻 所以一開始一定是覺得非常的 不好意思 甚至覺得自己很可憐 要去接受 就是有一種pity 就是覺得自己非常可憐 自己是弱者 必須要 就是女性都覺得要接受 這種被父母安排的婚姻 其實是非常可憐 然後自己是一個弱者 可是逐漸當他結婚之後 他會開始發展出對這一個 就是對他先生的同情 就覺得這個男生很笨 什麼都不會 然後接下來有小孩之後 他們會開始有愛 他說其實是從這一種 一開始覺得自己很可憐 被壓迫的論述開始 然後怎麼樣發展出同情跟愛 當然也有一些 真的沒有發展出同情跟愛 也是有 然後他在談是說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轉化過程 其實很重要的是 這樣的一個情緒的邏輯 而且很重要的是 當女性在論述他婚姻過程 他一開始是多麼不願意接受這個婚姻 覺得自己是落實被壓迫著的時候 其實他不斷地在 就是不斷地在為自己 就是透過這個論述或協商的過程 他說自己 就是他不斷地示弱 說自己是弱者 反而透過這樣的論述 來競爭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 得到比較平衡的對待 譬如說他就可以 因為他一開始不願意接受這個婚姻 所以他後來他可以透過不斷論述的過程 他就可以爭取他可能不要跟公婆住在一起 或者他對經濟有比較大的一個主導權 他說其實這個狀態是一個 不斷地在競爭跟協商的過程 然後其實 其實他這裡頭在談的是強跟弱 有時候也不是那麼絕對的 當自己不斷地在論述 自己是被壓迫著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在那個論述中 為自己尋找到更多協商的空間 這個是因為他那個婚姻的論述 就是很多很多當地人的一些婚姻的故事 那好 我就不多談 而且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比較重要的是他要談的是 從被壓迫 轉化到同情跟愛 這樣的一個情緒的邏輯 其實也同樣運用在 致病者跟精靈之間 或者是致病者跟那個病人之間的關係 就當地的那個巫師基本上是 他其實一開始 就是他會受到精靈附身 然後就開始有某種靈力來致病 那他一開始其實並不願意被附身 就像那個女生在婚姻過程中 他會覺得失去的自我 所以他一開始會覺得 非常的shame embarrassment 可是逐漸的 他會跟這個附身的精靈發展出同情跟愛 就是熟悉彼此而建立的親密關係 就這一個致病儀式執行者 就是巫醫 他跟附身的精靈之間 其實有一點像是女性跟他先生之間的關係 開始他不願意 然後後來因為彼此的習慣熟悉 然後開始建立的親密感 不過他說這裡頭的關係 有一個絕對的一個權力關係 是這一個附身的精靈 其實有可能他 就是他可能會佔據這個儀式執行者 所以儀式執行者他常常都會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可能突然去狂買一堆他自己 可能一個中年婦女去狂買一堆 年輕女孩的衣服 因為他可能有時候就被這一個精靈所佔據 然後假設精靈是一個年輕女孩 他可能就是去買一堆他喜歡的衣服 所以這一個巫醫跟這一個附身精靈之間 一方面很像是女生跟他先生之間 就是新娘跟他先生之間的關係 就是從不願意開始發展出同情跟愛 可是另外一方面 這一個精靈對這一個 因為他會佔據這一個healer的 治病儀式執行者的身體 所以中間又有一種比較絕對的權力關係 可是為什麼這一個治病儀式執行者 他願意接受這個位置 是因為他對於窮人的同情 因為窮人他們通常沒有辦法去看西醫 因為西醫很貴 所以因為這一個儀式執行者 就是healer 他對於窮人的同情 所以可能就會讓他願意接受這樣子的位置 就是他談說 然後包括就是他談那個同情 pity 這個概念 其實是不斷地在運作 包括為什麼 Spirit 要附身在 那個healer 的身上 也有可能就是同情這個healer 他可能就 可能生活不是很好 所以附身 那個精靈附身在這一個 儀式執行者身上 然後讓他可以透過儀式的執行 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甚至有時候精靈是因為同情某個病人 太喜歡某個病人而附身在他身上 他說同情的情感其實是當地非常重要的一個情感 他的邏輯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雖然後面做了一塊實驗的PPT 可是可以簡單一點講 他說其實healing 被認為是對於窮人的幫助 然後他們的病因有這麼多種 然後其中受到精靈的同情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就是治病的原因 然後其實所謂治療是人跟精靈之間不斷交涉的過程 然後甚至精靈可能會因為同情某人的不幸的遭遇 而讓對方變成治病儀式的執行者 藉此幫助對方 就是這個同情其實是在很多的情境中運作 可是其實他說其實一旦被精靈附身之後 他等於是被那個精靈所佔據 所以他一開始被附身 他可能就像耶穌 就是他可能會昏睡個三天 很像耶穌那個死而附身的過程 因為他們這裡很多論述 都會跟後來的天主教結合在一起 然後甚至在他們天主教儀式跟 就是跟他們那個精靈之間是可以相容的 然後他說其實被附身之後 他可能就被他所佔據了 可是除了被佔據之外 其實附身的精靈跟那個致病儀式者之間 更像那種同伴 或者是像靈魂上的夫妻 所以一開始雖然儀式執行者會很勉強 然後感到很羞恥 可是慢慢的他們會因為 他們會從勉強害羞 相處久了之後就慢慢的親密 所以這個關係就很像是夫妻的關係 然後他透過這一個討論在談的 其實後面他也是要提出一些 可能跟過去交換理論 或者是跟經濟 就是他提出一個情緒經濟的概念 他說其實過去Moss 的交換理論 是沒有辦法完全來談這個 彼此就是人跟精靈之間的關係 或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當然因為當巫醫治病之後 其實對方要回饋給他多少東西 其實常都是不可確定的 其實跟Moss 所談的交換關係是不一樣的 因為交換關係基本上 就是一個東西交換出去之後 他一定有一天會 禮物交換就是他一定會 這一個我給出去的 他有一天會透過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 或以不同的形式回來 可是他說在巫醫治病的過程中 巫醫付出了很多 可是病人之間不一定會有回饋 所以這個回饋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所以是跟過去交換理論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甚至 他說治病儀式者 他會牽涉到一種情緒的經濟 就是他後面要談 其實透過這一些 當然他前面對於彼此之間關係的那一種 糾結拉扯有比較多的論述 可是他最後要談的幾個 跟過去研究對話的地方 他說其實對於當地人而言 那個整個接續關係 其實是建立在那個論述 就asking for pity 就是弱者他會不斷的要求強者對他的同情 而且他們在論述痛苦的時候 他們並不是一種非常 就是非常可憐而已 他們其實會用很挖苦式的玩笑 在訴說彼此的情境 就是那一種開玩笑 然後有一種苦中作熱似的那一種論述方式 是他們在祈求強者對他們同情的時候 常常用的一種方式 他說他們的權力關係 是處在階層階距不平等 就是一面是所謂階層的距離的不平等 另外一面是親密的和諧 是在這兩種關係之中 不斷動態轉移的過程 就是我剛剛不斷講的是 他們也必須要不斷的進行各種的勸說寫詩 然後怎麼樣說話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又不能讓人家覺得 你真的很可憐 所以就是要不斷的調侃式的 因為你真的很可憐 那個地位就比較低了 所以你要不斷調侃式的 在論述這樣子的一個處境 所以他就講了很多當地人的玩笑 第一個最重要是 從一開始談的 他要談的是 權力是一種非常動態平衡的過程 會透過各種論述的方式來進行 然後第二個他要談的是 跟Moss 對話 他要談當地人的交換 是一種情緒經濟 就是他們不斷的透過跟 不斷論述的過程去確立他們的狀態 而且甚至他們會不斷跟各種不同的精靈 他們認為所有的有錢人有力量 他本來就是有很多的原因讓他 就是有錢人他可能是有各種的命運 好運或者是超自然的照顧 來讓他 或者是上帝的四福 來讓他變得很有錢 所以他們在 他們在那個整個 跟這一些 就是不同階層人在對話的過程中 他們會希望 可以得到各種不同力量的幫助 然後以一種 就是他以一種情緒經濟來談 他說其實在整個 跟這一些有權力的人對話的過程中 裡頭有很多的緊張跟不確定的關係 然後所謂的情緒經濟 是指這一種混合著羞恥壓迫奴役 而漸漸習慣以及愛跟聯席的這種特殊經驗 他所謂的情緒經濟是一方面 可能是一無所有的人他有一種覺得自己非常可憐的情境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有不斷透過訴說的過程 在不斷的asking for pity 不斷想要改變他的處境 而且常常用很玩笑的方式 他談的情緒經濟就是 結合了這一些各種不同的 甚至很動態的不斷在訴說 不斷在彼此去 確立彼此地位 這種很模糊的言辭互動過程中 不斷在發展的 其實我為什麼要特別談這一種 emotional economy 因為這種情緒的經濟也是當代非常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權力 他從來又不是那麼固定的 尤其是在當代這種很流動的社會裡頭 其實權力他會有很多可以去論述的空間 或者是可以彼此不斷在日常生活中 不斷去重新界定的這樣的空間 那我覺得在當代是重要 尤其在當代 好吧 就是我自己在代學生過程 最常看到就是各種情感的 各種的變化 然後有一些同學可能對自己很沒有信心 然後覺得在關係裡頭 就是好像很弱勢 或者是不被喜歡 然後我都會跟同學不斷的講說 其實我覺得民族字有智慧的地方就是 其實所謂的關係 他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在發展 透過互動透過論述 不斷在確立彼此關係的過程 他不會有一個本質性的誰愛誰誰不愛誰 基本上我是這麼認為 除非是裡面也可以舉或許有很不一樣的例子 可是我一直認為關係就是一個不斷在彼此互動過程中去確定的 然後即使說到最後可能關係不如自己所願那也沒有關係 就是我還是可以在論述中找到 其實最重要的是那個建立主體的過程 從來不要覺得自己一無所用吧 就是其實你在論述的過程中 你也同樣的在界定自己的主體性 那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就是在關係裡頭不要有絕對的強者弱者 壓迫者被壓迫者 其實那個論述本身或者是互動過程 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我反而覺得是當代很重要的 那最後其實他比較理論性 因為他比較理論性的就是要跟Moss 的禮物交換做對話 然後要跟過去的那個接續的研究做對話 他要談禮物交換交換的是彼此的情感 然後情感本身是一個非常模糊不定不斷發展有待確認的狀態 然後要談接續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關係 然後最後他要談的就是其實他們的歷史 其實就是回到博客的討論 他們可以不斷接受外來的文化 因為他們認為外來文化就帶來各種不同力量的源頭 包括天主教 包括後來美國文化資本主義 他們認為其實這一些各種不同來源的力量 都是他們可以同時去爭取跟轉化的 所以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沒有不變化的傳統 所有的關係 人跟人跟物人跟超自然的關係 都是流動的 它是一個不斷進行轉變的過程 也就是 然後他們的歷史過程 會不斷地把外來的力量含納進來 然後不斷地去跟這一些各種不同的力量做對話 那他們的每日生活就是在實踐著模糊性 吊詭性跟不確定性 然後感覺跟慣性 就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愛跟壓迫平衡跟適應 權力跟同情 其實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 實踐在他們的日常生活 所以不會有永遠固定跟禁止的權力模式 因為重要的是人跟人之間不斷進行的交換 包括各種情感的交換 延時的交換 物質的交換 那我最後用這個做結束 我覺得社會關係是一個 每個人都可以在中間找到自我主體性的 它不是一個非常靜態 就是我們從這兩個禮拜 其實我一直都在談社會的動態性 那我覺得其實當代社會 我們就是在從這一個 好像有一點大的結構 可是結構之間也是不斷衝突 矛盾的這個過程中 然後怎麼樣找到自我論述的空間 甚至怎麼樣幫自己發展出一個 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方式 所以我就用這個做結 因為我還滿喜歡的 然後我自己的田野大概 我的太魯閣的那兩篇文章 其實我都有放在C8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 不過我可以稍微簡單談一下 我太魯閣那篇文章主要論述 因為文章太長了可能不好念 可是我主要的論述 其實我那一篇太魯閣家的討論 我一開始就是先談 就是過去整個泛泰雅的家 本身就是一個多義的 所謂家可以包括父母子女 包括兄弟姐妹 包括同居共識 還有包括共勞共作 因為所謂的家 過去本來就是多義的 所以他在當代脈絡之下 他可以更有彈性地 來面對當代的情境 那我談的太魯閣的那個民族誌 他是 就是我做田野的那個部落 我用利物部落 因為裡頭涉及太多個人的隱私 我就不太好用部落的名稱 就是我每一篇文章都會問部落人 要不要接入自己的名字 跟部落的名字 然後我馬碧浩每個人都很想要 然後太魯閣那個我是覺得 就是馬碧浩那個部落 是大家都願意把自己的真名可以寫出來 可是太魯閣這一篇因為太多隱私 那我基於學術人物我就完全用秘密的方式 然後那個地方 其實我想特別講的是 因為那個地方他從1914年 因為太魯閣戰役被日本人牽下來 然後日本人把很多不同來源放到這個部落 所以部落內部本身就是非常衝突的 然後到1971 年因為雅尼進入 然後雅尼就大概 就是大部分的土地都被雅尼 都不知道用什麼方式就登記為雅尼所有 所以當地人失去的土地 那失去土地之後他們就開始 在1970 年代剛好是台灣經濟起飛 很多建築業的起飛的時代 當地人就成為建築工人到台灣各地去 當心之工人 或者是甚至遠到阿阿伯 遠到東南亞 然後我要談的是 在這一個流動 就是70 年代之後 除了一開始 因為雅尼需要有人建廠 然後需要有人攪拌 攪拌水泥一些工人 他們一開始有幫雅尼做事 可是後來就開始成為 新知老公在台灣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 開始工作 那我要談的是 在這一個很流動性的情境之下 這個社會其實面對的一些 社會安全機制的問題 譬如說父母離開 那小孩子怎麼辦 那老人怎麼辦 那我基本上就是從我的田野 開始去收集當地80個家戶的資料 然後發覺當地有非常高比例的收養 跟同居共識的情況 譬如說七戶裡頭就有一戶有收養關係 就是他們會收養小孩子 然後有一些收養一個兩個三個 然後譬如說同居共識的情況 就是即使沒有正式的收養關係 可是也會彼此幫忙照顧 就是我做田野的時候 就常會遇到沒有閒關係 會叫那一家的人媽媽 因為就是有跟他們 就是有照顧到 就是這個小孩子小時候就是有這一個 可能沒有閒關係的人在做照顧 就是有給他吃的 所以我大概就是從收養 從同居共識這裡來看 家可以因為 我談一個很重要的情感 因為同情而結合在一起 因為很多小孩子沒有人照顧 所以當地人會很同情 所以就會開始形成各種不同形式的家 包括收養 包括同居共識 可是家能不能夠順利運作 還是要回到當地那一套情緒的邏輯 譬如說他們認為彼此相處久了 其實會有 就是他們講 彼此之間會開始有互相同情的情感 可是因為互相同行 互相喜歡 可以讓家成為可能 就是你們跟阿魯斯 就是他們一直在談 就是人跟人之間可以在一起 一個很底層的情緒 可是當代也因為社會變遷 會有很多的憤怒 衝突 忌妒 然後在過去的社會 對於衝突有一定處理的機制 可是當代社會 因為衝突的處理機制有斷裂 所以會造成因為衝突沒有辦法講 因為過去很重要 處理機制是有一個第三者可以去協商 然後當代的衝突處理機制因為斷裂了 所以也會造成因為衝突無法處理 而造成關係的斷裂 甚至會有一些比較 就是會造成一些關係的斷裂 那我大概在談的是 其實很多的 譬如說 馬拉魯同情其實一直都是很重要的 可是中間有在改變的 譬如說為什麼會有衝突 是因為他們有一種不安全感 然後這種不安全感在過去 可能就是對於自然環境的害怕 可是到當代他們認為是對於人的 就是恐懼 這個情緒在過去可能是對於自然環境的害怕 可是到當代可能是對於人的恐懼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一種不安全感 所以我大概就是在談 有一些情緒其實也在改變 譬如說恐懼的情緒其實在改變 譬如說憤怒的情緒也在改變 因為憤怒其實在過去 他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就是你也因為有憤怒 所以可以激發你去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到當代因為憤怒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疏通跟協商 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衝突跟關係的斷裂 所以我一方面在談那個馬拉魯 那個同情的作為一個情緒的核心 然後一方面在談說 可是人跟人之間有這麼多的需要 就是你可能因為彼此的不了解 而有的不信任或者是衝突 或者是憤怒 或者是造成衝突這些情緒 其實過去跟現在有 他在改變的面向 結果基本上他在談情緒有一些 他一直都還是這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一些面向都在改變 所以會造成當代的一些社會問題 然後會造成有一些家 可能就沒有辦法持續的運作 結果那一篇的邏輯大概就是在談 有一套情緒轉化的過程 可是這一些情緒轉化過程中 某一些情緒的內涵在改變 譬如說憤怒的內涵 或者是衝突的處理方式 或者是那一種恐懼 在過去跟現在其實也不一樣 現在是對人的恐懼或者是不安全感 那如果沒有一些社會的機制好好的去處理 其實就很容易造成一些社會關係的斷裂 就我的邏輯是這樣 我想說這樣會不會讓你們比較容易閱讀 不知道有沒有比較容易閱讀 可是我基本上覺得說 在當代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人跟人之間重新去建立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然後這一些可能性其實還是要回到 我們更底層的一些 包括像同情 或者是如何去處理憤怒 如何去面對不安全感 然後如何去處理衝突 這一些面向 所以我後面就是最後就講這一些 人類學法就是透過一個民族 自希望去看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社會的問題 或者是大概我們可以重新去看 當代社會關係的可能性 還有哪一些面向是我們可以更深的思考 有個問題 還是有個方法 或其他技巧 然後我會想說 有可能性會外地